大家好, 中國和泰國開始聯合軍演 泰國開始不再抱美國的粗腿 另外, 德國斷工發動機阻止中國出口潛艇 中國4月內拿出國產發動機替代方案 泰國自從上世紀90年以來就開始考慮購買潛艇 德國和韓國都被認為潛在的供應方 儘管泰國從未和上述兩國簽訂協議 2014年, 軍人出身現任泰國總理巴玉 當時以過渡政府省路形式上台 再開始構思買潛艇 因為當時區內的國家都在買潛艇 越南已經買了6艘俄羅斯基勒級潛艇 而新加坡擁有4艘2艘潛艇之外 又從德國訂購了2艘潛艇 印尼就從韓國訂購了3艘潛艇 泰國軍人政府越來越有需要加強軍備 到2015年, 泰國就購買潛艇公開招標 入標者除了有中國船貨工業與海洋工程國際限公司 建造的S26T柴油動力潛艇之外 其他對手包括德國的209型潛艇 俄羅斯基勒級最新改進型636型潛艇 和韓國現代重工的PPT潛艇 最後泰國選定買中國的3艘原級潛艇出口版S26T 時任泰國總理普拉威說 最後選擇買中國的潛艇 最大原因是價格相移, 性價比高 同年7月初, 泰國國防部宣布 泰國海軍已經批准項號指360億泰匹 即大約是10.6億美元的計劃 從中國購買3艘潛艇 泰國海軍打算購買中國的S26T潛艇 就是中國的039級和041級潛艇的改進型 這份合同原來包括潛艇 相關武器裝備、8年用的零件和培訓費用 S26T潛艇是中國海軍現役主力的常規動力潛艇 039B型的出口型採用AIP混合動力推進 AIP系統即是絕氣推進系統 此其是潛艇使用不依賴康氣推進的發動機作為動力 特點是可以在更長時間潛伏水下 隱蔽性較普通常規潛艇更優秀 S26T潛艇可以潛深300公尺, 最高航速17折 在80%電量的情況下, 可以潛航260海里 使用AIP系統時, 可以續航768海里 或在水下停留20天 混合使用AIP系統和柴電動力時 它的航程可以達到2000海里或航行65天 S26T潛艇水下潛艇力強於泰國鄰近國家的潛艇 價格相對較低 泰國如果配備這種潛艇 將會成為東盟水下戰力最強的國家 如果維會得當, 這種潛艇的壽命可以達到35年 泰國過渡政府在2014年上台之後 因為它的軍方背景和美國關係趨於冷淡 影響了泰國和西方國家的軍備往來 所以轉向中國 但是到了2015年7月中 就是泰國政府向國會提交購買中國潛艇預算 一星期之後 他就宣布押後 當時有人向泰國部長放了 說泰國經濟不好 海軍這個時候讓國家辛辛苦苦得來的稅收 購買潛艇引發了民眾的不滿 所以暫時押後 當然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 現在會不會向泰國施壓 令它暫時各自向中國購買潛艇的計劃呢? 好了 又過了兩年 到了2017年 泰國舊市重遞 第二年才向中國購買潛艇 並且向國會撤回本本申請 好事多磨 很多人不願意看到這件事發生 到了今年 泰國落實購買三艘中國潛艇 合同作價10.77億美元 第一手要在7年內交付 那艘潛艇的總作價4億美元 今次由德國出招 尾頭藉指中國的潛艇 按合約向德國公司MTU的MTU16V396SE84的柴油發動機 這種發動機被很多國家購買使用 但德國宣布不能再出口到中國 安裝在授予泰國的潛艇上 擺明就要從關鍵零部件方面打壓中國的潛艇出口 德國之所以這樣做一方面回應美國 限制中國軍事力量發展的呼籲 另一方面相亦為了保持自己在潛艇市場上的主導位置 畢竟當日德國亦有競標但最後失敗 中國以物美價廉的賣點搶去生意 如果不出手打壓中國潛艇出口 德國恐怕將來會完全失去國際潛艇市場 在德國斷工法令記事實傳出後 泰國初時的反應很大 今年4月泰國總理巴育明確指出 中方如果無法依照合約在S26T型潛艇上 安裝德國際的MTU柴油發動機 將可能導致這個軍售案失效 並且直指為何要買一艘沒有發動機的潛艇呢? 巴育說 泰國海軍或重新考慮向中國購買潛艇一事 但中泰之間的關係不會因此受影響 美西方技術方面卡住中國的頸 中國不會在以代弊 德國斷工潛艇發動機後 終於意識到突破國產技術的重要性 在短短4個月的時間就拿出替代方案 即是用改進版國產CHD620型柴油發動機取而代之 泰國軍方最近就似乎鬆口 泰國皇家海軍發言人8月9日表示 這款改進版的CHD620型柴油發動機 將會在9月15日前進行全面評估 如果規格證明滿意 泰國空軍將會要求將發動機送到該國進行測試 不如如果替代產品沒有人通過測試 就必須終止合約 一日後8月10日 泰國皇家海軍發言人 說惡農總將接受泰國媒體訪問時說 他在前一日與中船重工船貿公司進行接觸 泰國海軍已經開始考慮將中國製的柴油發動機 應用到後兩手SRT潛艇上 泰國軍方說 中國的柴油發動機必須要滿足泰國皇家海軍的海戰需求 這是最關鍵的地方 其他諸如要通過實際使用測試 中國必須提供維護保養和售後服務等等 如果泰國最後決定採購 泰國和斯里蘭卡將會成為 配備中國製造發動機潛艇的第一批外國買家 與之前相比 泰國海軍的態度明顯比較鬆動 而中國和泰國在台海爆發衝突的敏感時刻進行軍演也值得關注 中泰兩國在8月14日 在泰國空軍烏龍基地 改用代號應擊2022日的空軍聯合訓練 招訓練方式包括空中支援、對地突擊、小規模和大規模兵力運用等等 中空軍將派出遷擊機、遷光機、預警機等戰機參訓 泰國空軍就出動遷擊機、預警機等參訓 雙方宣布這次聯合訓練 主要想增強兩國空軍互信和友誼 深化務實合作 促動中國和泰國兩國全面戰鬥合作夥伴關係 不斷向前發展 泰國購買中國潛艇一事 尚未最後決定還可能生變 但現在開始朝向較為官方發展 可以總結幾點 第一,德國斷工發動機 和美國要制裁打壓中國有明顯關係 德國MTU公司的發動機遠近聞名 受多國熱捧 泰國突然被告知 他買的潛艇不能安裝這種發動機 產生心理落差 資深憂慮情緒也很正常 相信泰國亦會擔心 德國斷工發動機 只是美西方打壓中國潛艇出口的第一步 泰國繼續購買中國潛艇 也要面對不少外國壓力 第二,亞洲各國夾起中美之間 本來大多數國家都有 政治上抱著美國的粗腿 經濟上吃中國的飯這種態度 中美關係良好時 亞洲國家有這種態度亦無所謂 但去到中美交互時就要作出抉擇 佩洛西傳訪台灣引發的外交風波 就是這種中美交互時刻 三,在解放軍的台環島軍演中 中國展示出國產裝備體系化作戰能力 另一項對西方軍事裝備 配合好感的國家例如泰國 對中國製造的軍備產生更大的信心 更重要的是中國展示了決心 而台灣和美國面對中國大陸的軍演就十分低調 美國的列金號航母不是前進而是後退 令人看完台灣的例子 會覺得抱著美國的粗腿並沒有什麼好下場 泰國這個敏感時刻和中國一起軍演 很明顯是選了邊站了隊 他不再參加美國的環太平洋軍演 雖然他過去亦有和中國一起軍演 但要夠膽在這種敏感時刻和中國軍演 亦顯示出泰國的抉擇 另外想講講柬埔寨正式接收中國的遠端火箭炮 柬埔寨國防部發布消息 8月11日中簡軍方請柬埔寨陸軍炮兵指揮部改行交付儀式 柬埔寨正式接收中國援助的一系列炮兵裝備 從柬埔寨國防部發布的相片可見 柬埔寨展示了至少5部AR2型遠程火箭炮 柬埔寨軍方沒有透露與中國獲得的炮兵武器數量 但當地媒體柬埔寨快報早前報導 柬埔寨陸軍至少採購了60門SH-1型自行火炮 和12門AR2型火箭炮 在完成本輪更新後 柬埔寨炮兵將會成為東南亞諸國當中 一支相對現代化的軍事力量 AR2型火箭炮是中國北方工業總公司 針對國際市場研製的一種遠端火箭炮系統 可以視作我覺的PHL03型火箭炮的外貿版本 它的原型PHL03型自行火箭炮 是以90年代引進俄斯製的龍捲風火箭炮技術作為基礎仿製 在2004年左右入役 軍方通稱它是300軟火 現在已完全國產化 這種遠程火箭炮有一組12管300毫米多管火箭發射架 在發射火龍140製造火箭彈時 射程可以遠達140公里 這一型火箭炮也是東南亞當下最強大的遠端炮壁力量 對中國和解埔寨的軍事合作 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之前表態說 中國和解埔寨是全面戰略合作夥伴 兩國在各個領域合作公開、透明、合理、正當 不單是造福兩國和兩國人民 亦是構建新型國際關係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率先垂範 結論是中國和東盟國家將法限於經濟合作 將會有越來越多軍事上的合作 而顯示中國在區內的軍事影響力 選擇在現在公布的柬埔寨輸出遠程的火箭炮 亦非常有意思 在台海中的敏感時刻 中國出口較先進軍火 突顯了中國在區內的軍事影響力 另外我會在石樓台時事快評 講到投資銀行出了報告 說英國正在變成新興市場 即是變成發展中國家 到底為何會這樣呢? 歡迎大家去石樓台 免費試聽 大家好 巴士的步的新服務石樓台 已經推出了蘋果和安卓App 訂戶可以用App來下載石樓台的獨家內容 不用連接網絡都可以離線收聽收睇的 我李同和盧永雄 在石樓台那裡不僅和大家一起 測局、評論、分析時事 還會和大家分享我們的親身經歷和所見所聞 有朋友問為何我們叫石樓台 其實石樓是超級食物 對身體有很多神奇的功效 例如抗氧化等等 我們希望石樓台成為你們頭腦和精神的超級食物 令到你們的眼光更獨到 視野更廣闊 石樓台是你們的超級精神食糧 你也可以去石樓台看看 在畫面下面的資訊欄 點擊石樓台連結 就可以瀏覽石樓台的內容介紹 和免費試看一些精選內容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步 去巴士的步網站也可以找到石樓台 多謝大家支持